給健保卡就能直接領藥 未來可能不會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研議的健保部分負擔方案 為了落實分級制度 第二次領藥在藥局和醫學中心 不管藥品費用 社區藥局免收費 但在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卻要著收100元 引起醫院很大反彈 如果我們現在只有設定 在大型醫院有收 藥品的部分負擔的一個情況下 但是這個就會有可能造成 就是說是不是在診所或地區醫院 或藥局還是依然存在著 浪費的一個狀況 我的意思是說 藥物的浪費是沒有醫院 層級的差異 不過對此藥局端認為 這種做法才是真正落實醫療分級 他們也建議目前處方間 都是大醫院開立 應該讓這個呈現回歸社區藥局 重要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政府希望能藉由改革填補健保破洞 但醫界的反彈聲浪 就看衛福部長陳時中如何平衡 杜絕藥品浪費 落實醫療分業 華視新聞方一庭 李世健黃昭聖特別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